每個人都適合剪瀏海 就看髮型師怎麼剪 吳依林老師的幾何瀏海 幫你矯正臉型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們請到吳依林老師 來幫女孩們解決各種瀏海的疑難雜症喔 老師你好耶 你好耶 正方姐 哎呦 不要這樣說 我們好像有點久沒有見面了 怎麼樣 你剪頭髮啦 你覺得我這一次這樣的頭髮好看嗎 跟上次比起來 短度呢 很適合你的臉型 再來這個完美的瀏海 Perfect 所以瀏海真的很重要耶 因為我覺得你這一次剪的這瀏海很好看 既顯年輕又修飾臉型 然後也不會對你的工作造成太大的困擾 我以前都以為啦 瀏海就是剪期啊 剪短 沒有 其實瀏海學問很大耶 瀏海喔 瀏海要比其他我們全身上下的頭毛 沒有 全身上下的毛 還要認真地照顧他 瀏海 瀏海會鬧脾氣的 對 因為瀏海其實 他不開心呢 他就不給你排排帳好 對 他生氣呢 他就給你分岔 毛罩 然後呢 如果他再皮一點 就出油 就給你整個黏在額頭上 難怪其實很多女生都不敢剪瀏海 也很多女生洗頭只洗瀏海喔 對 其實我本人 妳有試過 偶爾有這樣做喔 就是妳知道我是屬於就是容易出油 那額頭就很油啊 所以其實我下面這個頭髮都非常的完美 可是就這一塊很油 所以妳自己試過 對 我覺得還蠻不錯耶 就是這邊很清爽啦 妳算是錯誤的示範 千萬不要學喔 那所以不能嗎 為什麼 其實最好不要 當妳額頭出油 戴起來妳頭皮也是油的啊 可不覺得我這邊都好不好剪 呃 其實 好了 下一題 好 下一題 髮型師剪瀏海 其實有點像在蓋房子 對於一些結構啊 空間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妳要放什麼樣的弧度在 比如說顴骨高的人 妳要放什麼樣的弧度 對 妳的額頭窄的人 妳要在哪裡增加他的延伸感 對 或者比如說我下巴有一點點突出來的 我要在哪裡幫他補一些厚度 讓他下巴的這一個線條不要那麼明顯 對 講這個大家應該聽得懂 因為老師今天啊 其實剪了兩款瀏海 我們就大致上說 它叫做幾何瀏海 對不對 其實妳要這樣子去解釋它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只是在 比如說額頭短的 這一個model的人 的瀏海上面 很多人額頭短是不敢剪瀏海的 對 大家來聽聽 額頭短的女孩 趕快來聽 因為老師要教大家 到底額頭短的女生 適不適合剪瀏海 因為額頭短的女生 以前我們會常看到 她就整個是剪一個旗的 很少額頭短的女生 會去剪鬚鬚的 都是剪厚厚的 對 因為為了要不要讓人家看到 她額頭是短的 對 但是其實今天我們在 這位額頭短的這個model身上 我們採取的一個叫做延伸的概念 所謂的延伸就是 介後面 因為她額頭短 所以我們介後面這一個位置 再加上因為她額頭短 頭不是往前斜嗎 對 所以我們就介她後面的位置 來創造這個頭頂部的膨度 當這個頭頂部膨的時候 她瞬間就會把她的臉型 會拉剎了 對 所以其實去放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要去看 那再來就是 我是用一個正三角形的概念 老師就說 我等一下要剪一個正三角形的瀏海 我想說正三角形是什麼東西啊 我講的是這個分區 然後會延伸下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我們看影片 會看到說 最上面是很窄很窄 對 非常窄 到兩側的時候 才有一個寬度 但它對下來是眉毛中間 剛好它切掉 顴骨最寬的位置 可是大家會發現說 我在兩側的部分 我是沒有動它的 對 所以還是保持 我是沒有動它 只有中間短一點點 然後有層次的 就是分三層的膨度 但是在這兩側呢 我又有一點點小小的棋 所以其實它是 用厚度的視覺性 創造那個遮蓋短 短額頭的那個 大家以為遮瀏海 就是只能是用長度遮 對 可是我不知道 大家看這個短額頭 瀏海的時候 現在正方姐才知道 在那個厚薄度 其實是可以影響 它整個臉型的 當你中間這邊的髮尾薄一點點 根部 膨一點點的時候 這裡的明亮度就出來了 對 但是我在沿著這個眼尾到這個地方 我只要厚一點點 讓它的顏色深一點點 就有一點點隱形的篩動 我真的覺得 就是巧朵天弓 也沒有巧朵天弓 真的 跟大家分享 但我並 我雖然是髮型師 但我並不是做得最好的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你說實在太厲害了 三角形還滿好玩的 對 所以它一剪完 我真的覺得 天啊 那個女孩的短額頭不見了 你會覺得 看不到她的 你會看不到她的額頭 而且你不相信她是短額頭 對 除非掀開來 但是我覺得 因為真的我身邊 圍繞著很多短額頭的女孩 都說我這輩子 是不可能剪瀏海的 是 所以我覺得 今天看老師示範的 那個短額頭的瀏海 她的額頭就是瞬間 整個拉長 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叫做個人整理習慣 跟適應度 所以沒有能不能或不行 沒有絕對 只有你自己習不習慣 那第二個啊 老師剪另外一個瀏海 我也覺得實在太厲害了 它其實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老師 你今天有在有點做 那個臉型的矯正術 你怎麼可以靠瀏海 來矯正大家的臉型 因為其實必須要講 就是說第二個呢 其實 因為她的臉型 就是她這邊比較有點 你剛剛說她鼻子這邊 這裡比較進去 比較進去 但是下巴又比較出來 臉型又比較長 所以這個瀏海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對不對 有一點 可是你剪得也好快喔 一下就 沒有啦 抓到問題 剪很久 剪很久 這樣算久了 臉修了很久 它其實是 就是我們會看到 它內側這個是有一點點像門 我這樣解釋 大家比較聽得懂 對不起 就是內側 我剪第一層 它是有一點點像門 但是我是做有一點點 這樣半圓弧形 但我沒有做到這裡 但我第二層是很長的 對 對 所以其實上面這一層 有一點像是它的窗簾 對窗簾 就是大家想像窗簾 對不對 就是它在 就是兩眼中間最對 然後旁邊是慢慢層次的長 裡面這一層呢 是裡面 它是分兩層的概念 裡面這一層呢 是比較短 然後慢慢順著眼皮的弧度 然後到也還沒到眼尾就要停了 對 因為如果你再剪到這邊的話 它下巴會顯得更緊 所以為什麼上面這一層要是長的 從顴骨開始的原因在這裡 為什麼裡面它只要眉頭這個比例就好了 因為你在往旁邊的話 它不就是變成一個倒三角 這裡不就是更明顯 天啊 所以其實就是 這麼就在矯正一個臉型的概念耶 但我沒有人身攻擊的意思 只是我要把問題講得更透徹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 真的就是像髮型師 真的看一個人的臉型 所有的角度都會要做一個剪頭髮 是 一個很重要的拿捏對不對 沒有錯 就是我以前可能覺得 瀏海就是長度剪下去就對啦 就是我只是跟你計較 在眉毛上還眉毛下 可是老師是說 瀏海是分層次的 是要有層次的 不是齊的 沒有 除了娃娃頭以外 除了剪齊以外 但其他瀏海都 不管你是長瀏海 短瀏海 中長瀏海 空氣瀏海 什麼瀏海 都一定要有層次 只是這個層次是 一層一層堆疊出來 還是髮根是厚的 只有髮尾有層次 薄度 其實那個完全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瀏海並不是說 你自己在家裡這樣修了算 如果你是剪齊的 那我當然無話可說 其實我自己也修過瀏海 我自己也有修過 但雖然我是髮型師 但我還是會吐齊 對 還是會 其實還是會 所以其實 如果你要自己剪瀏海的話 第一個你一定要有一把 是很專業的剪刀 好 但不用到一把上萬塊 不用 所以老師你的剪刀上萬塊 超過 這個我們就不要討論 OK 你剛剛亮出大概有十把耶 裡面最便宜的 好像是四萬多塊 五萬吧 裡面有兩把很貴的 所以你剛剛那一 光剪刀那一袋 也是價值連成的意思 也沒有啦 你不要這樣 好啦 那我們就是 所以你家裡沒有一個好剪刀 其實是 不要拿剪刀的喔 會傷髮質是不是 對 你頭髮會分岔 因為你傷害到它的毛鱗片的結構了 你不是專業的剪刀的話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不要亂來 我真的覺得 瀏海沒有那麼簡單啦 其實我告訴你 瀏海比剪整體還難 所以我今天給你出一個大難題 其實瀏海 我跟你講越簡單的東西越難 它你要處理的那個工法 其實是更要主義 更細 對 那如果說我們剪了一個瀏海 因為髮質也分很多種 是 所以因為很多女孩就想說 我剪完瀏海 我就直接弄弄 我就出門 不需要做任何的造型跟整理 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 因為很多我們女生都不太喜歡 不太善用造型品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就如果我今天剪了 不同變化的瀏海 我有哪些造型產品 是應該要準備來做我的那個 瀏海的整理 因為泵泵水是瀏海一定要用的 泵泵水就是超有名的 你的泵泵水超有名的 沒有沒有 其他人也不錯 像泵泵水 其實為什麼瀏海一定要用泵泵水 第一個 瀏海會接觸到 我們會出油 出油 對 那泵泵水呢 它可以讓你再重複做造型 再來呢 泵泵水它會讓你的頭髮 變成有一個硬度跟厚度 但不澀 所以呢 它可以讓你很簡單 像瀏海 吹乾 板夾 或者是懸髮梳 你一吹它就有那個弧度 這個弧度就像是人家什麼空氣 瀏海啊 做出來的 所以其實 泵泵水會是瀏海最好固定的 一個打底的跟固定 如果你不想要再噴定型液的話 泵泵水我非常建議 你可以再用定型液 我剛剛有示範給大家看 噴在這個髮尾 然後這樣輸它就會有線條感 對 剛剛老師有教我一個 就是好厲害的方法 就是說 他說你知道那些韓國女藝人 對 為什麼怎麼演戲 演多麼激情的戲 瀏海都不會動 我研究過 而且看起來不硬 就是也是很軟 很soft 所以我追劇是有道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剛剛剪了一個瀏海啊 就是說 你說它的分線不可以太直 其實女孩子 因為分線過直的話 頭髮也會顯得很差 對 所以本來 比如說我是這樣嘛 對不對 我是這樣直的嘛 對 好 然後呢 我們要讓它 為如何創造它上面 有一點微微的膨度 嗯哼 就是這樣粒字形的 然後我有髮片 哦 老師你說出來了 沒關係啊 像全台灣的人都知道了 又沒關係 反正只有我知道 又沒關係 OK好 然後 這樣子 這條線是不是就會不清楚 對 不清楚 然後上面就會有一個 很自然的 這樣的一個膨度 對 對 所以我今天從老師那邊學到 就是用尖尾書不斷的 Z字形 粒字形 對 然後有小Z有什麼作用 大Z有什麼作用 對 原來這些都是小撇步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有嗎 這裡有間間在那裡 有有 就是微微的 但奇怪就會影響到你很大 很多事情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技巧對不對 是 有一些劉海做出來 是有線條感跟微濕感的 但你要用那種乾的蠟 乾的蠟 但是我必須誠實講 它其實會很容易就是會出油 那有一種是像這種乾的 就是乾的蠟 乾的定型 這個是定型 對 它是可以讓你頭髮膨的 然後可以有線條的 然後它是完全不黏膩 我要試試看 不黏膩的 它完全 然後你等它乾了 它完全 然後你會覺得好像有一層抹在你的頭髮上 手上面 對 那它是不是 乾的 對 是乾的 所以不能就是因為你是瀏海 你不能用太有點濕氣的東西 對 不行 所以我會建議瀏海的部分 都是要追求乾這件事情 乾的 對 所以就像是像你的這個膨膨水 其實也是 也是乾的 比較質地 比較乾的 然後剛剛這個就是 但是這個是可以用在髮尾的 因為很少膨膨水可以用在髮尾 為什麼 因為膨膨水很容易讓你頭髮過色 可是我這個是做來可以用在髮尾的 上完電棒它會有膨厚 跟頭髮變硬的感覺 所以膨膨水有分就對了 有的是指髮根 有的是髮尾 那吳亦寧老師的這瓶膨膨水是髮根跟髮尾 整個頭都可以 都可以用 那剛剛你講的這個是R&Co的這個 對 新髮寶 新髮寶 它是乾的 對 它是乾的 然後這個也是膨膨水 它是乾的 但是它是比較霧面 霧面 對 因為它是偏海鹽 海鹽的 對 所以它是比較霧面一點 對 它的光澤度沒有那麼多 它是要創造一個就是去海邊 對 去海邊你知道 我要去海邊 對 對 這個牌子其實現在就是很高 很紅啊 很紅 對 就是髮型師也很海 對 它們有很多造型品都還不錯 對 所以還可以 反正就是瀏海的造型品 就讓你的頭髮就是乾一點 不要太濕太重 一點塌這樣子 對 沒錯 而且你戴完安全帽或流汗 用乾紙巾或者是安全帽再撥一撥 更聰明就是廁所有那種 熟的那個風 對 吹吹 撥一撥它就回來了 不然其實你流汗進到辦公室 你的汗沒有了 頭皮乾了 再撥一撥它也是可以回來 所以這種東西還蠻好用的 我建議大家 對 建議大家 其實不要 就是一定要一直尖尾出 對 然後跟一些 烘烘水 我就是 我覺得就聽到就是比較乾質地的 因為真的很多 就是一定要乾質地 女生就是很不喜歡用這些 可是我剛用一些 我發現我頭髮其實就是不會 不會厚重 不會 也還蠻輕的 我想我等一下做劇烈運動 就頭髮也不會亂動這樣 還不錯 今天老師啊 就跟我們講說 其實瀏海的很多 很多tips跟技巧 以及不是你想像中這麼簡單 你的額頭是短的長的就是厚到 其實全部都可以用瀏海來解決 對 沒有錯 其實有時候還可以延伸到脖子的寬跟粗長 脖子 跟肩膀 其實是一整體的 那我們慢慢慢慢再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下一次啊 可能也可以再請老師分享其他的 我要多挖一點點老師的問題 沒問題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髮型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對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掰掰 修剪的時候呢 我都會建議 模特兒或客人的頭 不要往下低 頭一定要正視前方 你再開一下 這樣長度會抓好準 對 因為很多客人剪完會覺得 瀏海不理想當中在斷 對 因為他都低頭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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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